投资朋友圈助理你的投资决定 今天下午直播间是有一号权的做客了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深入浅出 互同有无的单元 这个单元我们会密切跟国策政策联系起来 找来A股专家跟现场嘉宾联媒对决 一起来探讨一下对于后时方面的看法 现在我们的视频另一端 已经连线到嘉宾的是郭峰 郭先生您好 那我们回到今天A股盘面的情况了 看到今天A股开盘的股指是涨跌不一 这个之后就走出了一个小幅分化的一个态势 股指在早盘有一个震荡的下挫 创指也是曾经有小幅的拉升 那么在之后指数有一个持续震荡的情况 盘面上我们看到早段半导体板块 是有一个表现活跃的情况 想问一下您今天盘面总体 给我们总结一下有哪些关注的焦点呢 总体今天盘面总的来讲 一个是结束了之前的三连跌 收出了一个相对的一个止跌的这样一个行情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大盘成交量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迷的状况 另外整个市场还是形成一个板块轮动 那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创业板的弹性似乎有所体现 那么这是否为后期的 科创版的这样一个预期 或者说科创版即将发行上市的这样一个过程 在做一些准备 整体上资金对一些科技类股相对的关注度 开始有所提升 那我们也留意到最近大盘成交量方面 是有一个缩量的迹象 那伴随着这个调整呢 也有人认为呢 这是一个大盘短期见底的讯号 想问一下郭先生您会怎么来看 这个缩量调整的背后呢 是市场正在等待些什么吗 确实 确实刚才主持人谈到 这整本周的调整过程当中 特别调整到周末吧 整个市场成交量萎缩的还是比较明显 因为上一轮底部起来呢 我们也注意到就2900点这里跳空上行 之前呢大盘成交量也是萎缩到3000亿附近 基本上到了一个见底的一个信号 当然后面受到中美谈判有所进展 所以大盘出现了一些跳空 这周呢我们也注意到 大盘也是再次回到了3000点 一度呢还跌破了3000点 但是呢经过持续的一周的回调呢 成交量又是有一个明显的萎缩 那么确实从技术上来讲 在回调过程当中成交量快速萎缩 表明呢市场实际上估压不重 滔盘主动性滔盘并不明显 市场有一个等待观望的这样一个迹象 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等待呢 实际上更多的确实是在等待未来 科创版的一个上市的一个节奏 因为我们已经注意到 进入这段时间以来 科创版发行的节奏在明显的加快 除了本周已经有多只科创版公司IPO 进入IPO程序之外呢 下周三将有九支新股 九支科创版的新股 同时在一天进行一个申购 所以按照之前管理层安排的一个预期目标 第一批科创版上市有可能 集中在30架左右的这样一个IPO公司 完成之后可能会有一个集中上市的一个信号 因此呢不排除当发行IPO达到30架之后呢 那确实整个科创版上市的上市开盘 开盘的这个节奏呢就会临近 所以市场确实也是有一个 叙事等待的这样一个迹象 嗯 明白 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二季度的经济数据呢 也将会要陆续公布出来了 那么在逆周期政策方面 想请问您了 认为有机会是否会可以重启呢 确实实际上刚才说市场等待 最主要是等待科创版的一个集中上市 但确实也不排除等待宏观经济数据的 这样一个公布 因为到了7月中旬 不管是二季度的数据 还是上半年的数据 可能都会集中披露 那么特别是对二季度数据呢 实际上大家也多多少少感受到 受到了一些影响 特别是一些PMI指标啊 工业生产值啊 还是有一定的回落的压力 那么同时呢 进出口方面这种考验也是更明显 所以集中来看 针对相对一季度的6.4的 这样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GDP数据来看 二季度大家都预测 经济数据确实会有一些回调的 这样一个过程 同时呢 这个压力还是存在 所以既然伴随着这样一个经济 有温和回调的这个压力的话 我们也认为7月份 特别是7月中下旬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中 还是会再次明确强调 对逆周期调控政策的一个重启的预期呢 可能会明显加强 实际上从之前已经看到 不管是央行的货币政策 还是财政政策 相对来说 都已经偏向一些积极的信号 所以市场反而对后期 特别是经济数据公布之后 对未来一个季度 特别是三季度 整个调控政策的这样一个 比较重新启动逆周期调控政策的预期 还是比较强烈 所以这也支撑了大盘 虽然有调整压力 但是调整的幅度应该还是比较有限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企业的中报业绩 是要即将披露了 那您认为这个消费龙头抱团的 这样一个趋势 能否在接下来这个季报期里面 中报期里面 是有一个延续的情况呢 确实实际上这段时间 就进入7月份 市场再次把焦点关注到 上市公司的一个中报业绩 因为随着大家都在期待 上一波行情 春季行情 如果说受到一些政策面 流动性的推动之外 当真的要下半年再次展开 一波秋季公司的话 那么很显然下一波行情 离不开基本面 离不开业绩的一个支撑 所以在这段时间 7 8月份 大家对业绩还是比较关注 那么业绩当中 确实一些龙头白马股 仍然是得到市场关注的一个迹象 特别是6月份 在整个大盘比较疲软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注意到 以消费为代表的一些龙头白马股 反而是屡创新高 那么整体也是显示 实际上从整个过去两个季度 基金的仓位来看 对整个消费龙头白马股的 这种抱团的行为 还是比较明显 但与此同时 进入到这周 就是进入到7月份之后 市场反而有种关心 是不是说基金会有一个 调仓换股的迹象 因为在本周当中 一些科技股 包括一些5G通讯板块 包括一些军工板块 盘中都有一些活跃的迹象 那么同时伴随着 也是有一些龙头白马消费股 有一些调整的压力 但整体来看 我们认为这种趋势 暂时还不会马上改变 因为一方面 基金还是会继续看好 整个消费龙头股 因为毕竟他们还是有一个 稳定业绩增长的这个预期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今年一个最大的变化 就是外资进场的力度 还在远远不大 当有更多的外资进场 配置A股的话 可能这些消费白马股 也是他们首选的一个对象 这个消费白马股方面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白酒股其实也是 这个A股当中一个龙头 那么今天看到白酒股 还是有一个继续的拉升 包括像舍得酒业 五粮业 卢州老教 山西分酒 还有这个金士园 洋河股份等多股 都有拉升的情况 那么白酒作为内地 消费的一大主力 在未来一个长期走势 话上想请教 这个郭先生您怎么看呢 确实就像整个白酒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 目前集中的消费的一个代表 所以白酒的整个行业 包括从中报业绩来看 确实可能会得到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个提升 所以这也是得到资金 继续增加配置的 这样一个现象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一方面整个白酒消费行业的 配置还没有结束 行情可能还会延续 但同时也要关注一下 未来的一些性价比 确实实际上像龙头白马股茅台 拉出到上升 突破到1万亿市值之后 确实也给其他的二三线股 腾出了一个上涨和补涨的空间 但是当整个板块 突破历史高点的时候 那么市场还会寻找一些 另外的其他的一些 消费股涨的那些板块 是 那最后呢 我们想请教这个郭先生 关于这个在A股 未来7月份的展望方面 其实您会怎么看 A股在7月的走势呢 好的 确实实实际上 A股7月份的走势 我们认为经历了 5 6月份的这样一个调整探底 基本上确认了 2800点附近的这样一个 底部的一个支撑 所以实际上7月份 应该预示着下半年行情的一个开启 但是呢 毕竟是7月份 只是下半年的一个初期阶段 所以行情的表现 还不会如火如荼 相对来说 它还是处在一个过渡期 一方面等待逆周期调控政策的落地 一方面等待中包业绩的一个兑现 所以呢 相对会有一个底部抬高 但是更多的 还是一个温和修复的一个见感 嗯 明白 好的 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先跟郭先生聊这里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谢谢 好的 那我们也去节广告 休息回来之后呢 继续来跟浩全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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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